政府發夢想成立一個創新及科技局 但香港真的有需要嗎? 有人問,像美國及以色列 這些科技發達的國家 都不用整個創科局出來 有了會否越光越望? 不如我們先看看回歸後 港府的科技大農風 首先當然有五星酒店 坐落在盲人江線灣 林海優質地皮的數碼港 裡面有景色而人的水池和公園 限時還可以在池邊吹口琴 再不是,我們就看看這個 佔地22公頃 飽難鋪路港景節的科學園 這裡很適合一家大小假日去玩 在裡面可以踩單車、行市集 會所還有泳池、健身室、健康舞室 設施可以說應有盡有 科學園大興土木 一期又一期擴建 聲言要為租戶發揮群聚效應 還記不記得 董伯伯要香港成為中藥港 最後因為地產商脫棄 港不成港而胎死腹中 通常政府越是紅心萬象去搞創新 創新就離他越遠 蔡馬會中藥研究院就是好例子 董伯伯當年死心不惜 是都要中藥港 謝斯環雲成為小小中藥院 這個2001年成立的半官方機構 選擇科學園 年值6400呎 得到馬會的資助和醫學界支持 頗為皆大歡喜 不過10年寒暑過去 中藥院很慘 5億的捐款只是少了1億多 還沒見到有甚麼成果 就出現內控 創新科技處就要處理人事鬥爭 員工集體投訴管理層管理不善 總裁有不滿員工公開投訴內容 報警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結果24個員工9個人集體辭職 政府公布檢討報告指出 中藥研究院照令直改 一時又說要中藥標準化開發產品 一時又說要支援本地中藥行業 化在1億的18個項目入面 3個難尾 只有10個完成 平均一年才完成一個 成效超低 中藥院初陀10年加白卷 無藥可救可以解散 科學園的協同效應只是空談 港府根本無能力推動中藥科學化 由此可見,政府還要駕床變屋 在現時創新科技署上整個創科局 只是繼續癡人說夢,眨搞而已 還哭口地說,每年只花3千萬公帑 其實無論如何都沒有說服力 如果用得其所,3億都值了 但只有這樣的斤兩,即是3元都給你多了 謝謝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